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逃不过的报应》 前两天在收拾废旧报纸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么一则新闻 后来想了想,我就把它写成了故事 那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汪奶奶领着孙子出了家门,到了附近小学去报名 板礼手续的老师当场就告诉汪奶奶说 学校明天举行开学典礼,后天正式上课 汪奶奶领着孙子办理完了报名的手续,领着她离开了学校 走在回家的路上,这祖孙俩路过一间商店 孙子看见商店里边摆放了一个卡通的手办,吸引住她的目光 就站在橱窗前面看着,不愿意马上离开 汪奶奶呢,宠爱孙子,就松开牵住她的手,让她贴近了商店的玻璃橱窗 多看上几眼橱窗里边展示出来的卡通手办 乖孙子,看够了,看够了咱回家吃饭 你爷爷还在家呀,已经做好了饭,等着咱们呢 还想继续说着,被附近传来了一声巨响给打断了 那是一辆红色的跑车,发动机吼叫着闯了红灯 扭动着行驶出了双车道,与相对向而来的一辆公交车擦碰了 发出巨大的金属摩擦声,特别的刺耳 公交车司机踩了刹车,刹停了公交车 那辆赵氏的红色跑车却没有刹车的意思,继续高速的行驶着 然而扭动着前行了不到二十米吧 红色跑车又与一辆同向行驶中的出租车追围了 把出租车的尾部给撞扁了一角 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 这辆赵氏的红色跑车依然没有刹车,也没有减速 扭动着就冲上了人行道 撞下了正站在商店街橱窗前面的祖孙俩 汪奶奶正观望着远处的一系列车祸 完全没有料到,她会成为这一系列车祸的参与对象 等到那红色的跑车撞到了眼前 她想做出逃跑的反应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她本能地一把抱住了身边的孙子 红色的跑车已经撞到了 祖孙俩被车头顶着 撞破了商店的玻璃橱窗 被车头继续地顶着冲进了商店里边 最后撞在了商店内的承重墙上才停下来 红色跑车的副驾驶座位上 坐着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 她一张抹了粉底液的脸 受到一系列车祸的惊吓之后,显得更白了 她哆嗦着,解开了身上的保险袋 拉开了车后门,伸出腿出来 她那一只脚光着,没有穿鞋子 本来脚上穿着的高跟鞋 在一系列车祸发生的过程中 不知道掉到车里边什么地方去了 她也顾不上仔细地在车里边寻找 眼看着四面八方涌过来的人群潮水一弯 现在要是再不走 她就要被人群堵在一片狼藉的商店街里边了 年轻女人高一脚低一脚地绕过车尾 她没有穿鞋子的那只脚踩到了地面上的碎玻璃 碎玻璃扎破了肉皮,伤口流了血 她着急地离开这里,也顾不上脚底流血了 咬着牙忍着疼痛,绕到了主驾驶坐的车门边上 她打开车门,坐在主驾驶的男人 已经铺在了弹出来的防护器垫上 发出了两声哼哼声,表明她没有死 女人伸手就去拖拽男人的一条胳膊 把她拖拽着从跑车里边弄了出来 男人摇晃着浑身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酒气 她的一条胳膊被年轻女人架在肩上 由她扶着,从一片狼藉的商店街内走了出来 路面上的交通还没有因为这一系列的车祸被堵塞住 还是有出租车在路面上来回行驶的 女人驾着红色跑车的司机走到了路边 招手拦擒了一辆空载的出租车一起坐了进去 警察很快赶到 并且用附近的工程车把肇事跑车拖了出来 而被肇事跑车撞到了承重墙上的祖孙俩人的尸体 因为装进了黑色的裹尸袋中 有灵车送完了殡仪馆 警察通知了汪爷爷到殡仪馆认领尸体 办理后事 汪爷爷听到噩耗之后就瘫软在沙发上 站到站不起来了 到殡仪馆认尸体的是汪奶奶的儿子和儿媳妇 小方夫妻二人看到了在殡仪馆里边的尸体 当时是枯成了一团 情绪受到了控制之后 才在认领尸体的文件上签了字 逃离车祸现场的赵氏司机 在逃走了两个小时之后 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但是就他一个人 和他一起逃离车祸现场的年轻女人 并没有出现 赵氏司机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味 他酒驾撞死了人 而且还是两条人命 事实清楚 法庭很快就开庭审判 判了赵氏司机坐牢 还有附带的民事赔偿 赔给汪爷爷一家 赵氏司机是个工薪族 但两条人命的赔偿款 却是出手的速度很快 法庭宣判的第二天 赶在了汪奶奶和孙子的头期前 由赵氏司机的律师出面 通过银行的转账 一次性向汪爷爷一家支付完成 钱是到手了 可是汪奶奶跟孙子却不在了 汪奶奶跟孙子的后事 操办得很风光 追加了很多的贡品和纸扎 灵堂的门外 也搭建了灵棚这封挡语 在灵棚下摆放了餐桌和凳子 雇了厨子坐着流水席 供应给前来吊宴的客人 侍者的头七夜 汪爷爷支撑着病体下了床 坚持着要和儿子儿媳妇一起为侍者守灵 深夜的灵堂上 汪爷爷摊坐的太师椅上打着瞌睡 小汪夫妻俩人就坐在旁边守灵 灵堂门外搭建的灵棚 挂着黑色的门帘被风吹动 忽然被人从外面掀起来 紧接着一群人走了进来 看样子是来吊咽的 全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年人 每一个人的面孔都是陌生的 小汪夫妻俩去厨房准备了夜宵点心 厨子这会儿已经下班了 他就从冰箱里取出了一些素食品 用微波炉加了热 并且装到盘子里端了出来 端到灵堂相连的屋棚里 放在了餐桌上 供应给深夜来吊咽的这群老年人 这群深夜来吊咽的老年人 给灵堂上的火盆里添了一些纸钱和纸元宝 但是并没有着急离开 他们聚在灵堂门口聊着天 围坐在餐桌边上吃着夜宵点心 小汪夫妻俩人当时也在场 忙着端茶倒水送点心果盘 听到这群老年人的聊天话题 扯到了汪奶奶和孙子被跑车撞死 那逃离现场的赵氏司机是本地洪正图集团的公子 那是花钱找了个顶包的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顶替了真凶坐牢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可是洪正图集团的公子继续在外逍遥法外 花天酒地地过着日子 小汪夫妻俩听得特别专注 忽然就是一阵风吹起了屋棚里边黑色的门帘 飘得老高老高的不用人手抬起来都够不着 这群正在聊天的老年人齐刷刷地闭了嘴 刚才还是人生顶飞的屋棚 此时陷入了一片死寂 小汪夫妻俩人也是吃惊的 看着一言不发的老年人们 他们全部都出了屋棚 走到了屋外面的夜幕中 小汪夫妻俩回过神来 立刻追了过去 屋棚外面一片如墨色浓郁的漆黑中 哪还看得见刚刚走出屋棚的那群人呢 这是活见鬼了 小汪夫妻俩看向手腕上戴着的手表 此时是半夜零点 灯天亮了之后 小汪夫妻俩却派出所再次报案 要求惩治真凶 对警察不能说出是一群阴鬼相告啊 这夫妻俩人就说是一群来吊咽的老年人说的 派出所的警察在纸上边写边听 在纸上记录完了 他敲着电脑键盘 把纸上的记录信息 录入到电脑内 同时让来报案的小汪夫妻俩 回家去等消息 可是俩人刚出了派出所 警察敲着电脑键盘的双手就移开了 移动着鼠标 把刚刚露入到电脑里边的文档 拖进了桌面的垃圾箱里 他又把键盘旁边的那张 记录了小汪夫妻俩报案信息的纸 刺成了碎片 丢到了旁边的废纸楼里 然后拿起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和对方说了一些话 小汪夫妻俩在家里边等消息 可是就接到了一通恐吓电话 对方自报身份 正视为红正图集团公子摆平事情的人 他威胁小汪夫妻俩说 收获的赔偿款 会再贴家一笔 多给点钱给你们作为补偿 但是必须对此事不再追究下去 拿着钱闭嘴 要是不闭嘴 就送你们去跟死去的人见面 小汪夫妻俩人为了保命 只能是拿了钱紧闭了嘴巴 在下葬了的汪奶奶祖孙俩的坟头上 烧着纸 一边烧一边哭 烧进火堆里最后一张纸钱 小汪发喊地说 妈 儿子 要是你们俩 在阴操地府能够听得见 就化作阴魂厉鬼 回来找撞死你们的真凶索命吧 一夜过去 当地的早间新闻 女主播 报道了一级车祸 凌晨 一辆红色的跑车 撞上了高架桥的桥墩 引燃了油箱 燃烧了起来 坐在车内 主驾驶座位上的司机 正是红正途集团的公子 没有及时逃生 红色跑车 随即在火焰中发生了爆炸 等消防车赶到 熄灭了火焰 红色跑车 已经被烧成了一堆金属的废品 在车内的红正途的公子 也被烧成了一副胶骨 好了 这就是逃不过的报应的故事